看一下今天一个收入赛的回放 击伤 击击吧 这是第一场对阵激素的 等了个大招 然后QRQ给收了 第一次看一下 然后是 迪尔森 第一次获得胜利 开车车那拨 就开车车 然后 险些 险些先翻迪尔森 啊 真的就是第一个Q 看一下 这一拨还是很精彩的 看来就是 这个Q 这个Q 组得有点着急了 而且有点歪 他就这一上一下子预判了 反正就真的就差一下 这个地方 今天就往回来 而且 他不敢舔 对 比尔森的走位 但他不敢舔 因为他知道如果 MISS空掉之后 让比尔森回城之后就炸了 对了 所以他不敢舔 也导致比尔森把这个 塔布给带到塔架了 这时候 我们来说恭喜比尔森 就是你的第一次 一套的配品 进入老师 就是周围赛的时代 是的 第二场 先是第一局 Frey大佬靠着 左翼的特性 连减了两个赵势技能 一个是虚弱 还有一个是平掌 四个赵势技能 轻松的学生 但是第二局 又在拿到了自己 比较擅长的希特拉之后 也是通过一波 虽然被抢而 但非常非常精彩的走位 以及细节 非常非常的细 关键就是一级打二级 能打一个是很困难的 左泡包 再走位左Q 很精彩 这局的含金量 我觉得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 高手过招 然后这里拿到赛点了之后 两边都非常紧张 进入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三局 第四局的一个决胜局了 前面几波的技能 命中率太高 导致自己血量领先的 非常非常多 这波左一又想很好抛制 但是已经没有这个血量 说再过去减少日记了 或者再次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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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